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您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直播 轮源 闫义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闫义民首席分析师 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资历010号 欢迎亲友好朋友 准时收听我们News98 98新闻台 每天下午3点 投资理财王 我是齐真 问候大家 台股今天 一样很震荡 每股不理想 又有人在说话 有很多的原因 造成了今天的震荡 而且收跌了371点 指数呢 今天也失手了24000 今天只剩下23398而已 成交量的部分呢 是5793亿 加运指数跟贵买指数的部分 跌幅都很重哦 分别是1.56个百分点 跟1.51个百分点 当然细节更重要 这时候如何来把握 或者是呢 弹性的操作呢 赶快来邀请专家哦 轮言头顾首席分析师 叶明老师 老师好 亲爱的news98的听众们 大家好 我是轮言头顾首席分析师 叶明严老师 那今天的一个节目的话 对大家来讲的话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今天啊 严老师 讲的每个重点的话 那我都希望说听众们 你稍微的要做个笔记 今天大盘第一个重点 是属于一个下跌370点以后 那成交量放大到 5793亿 是属于下沙取量 再加上昨天的一个下跌 两天总共下跌了 接近600点 好 那这个地方到底跌完了没有 那这个地方的话 严老师 今天会开放给大家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问 因为连续两天的一个下跌600点 其实投资人目前为止 这个手中的股票 绝大多数可能都是套牢的话 那老师今天特别开放 这个持股诊断 那今天的一个持股诊断 那个内容跟以往的话 完全不一样 那以前你打电话进来的话 就是说完成登记以后 那严老师 把你的股票结好了之后 那我会请我的服务人员 直接的把你要的资料给你 但是今天的话 我们公司 这个高层希望严老师亲自服务 那严老师今天就会亲自服务 什么叫做亲自服务 今天就是说你打电话进来 只要完成登记的 那我们就会按照大家 打电话的一个顺序 那严老师给每一位听众 10分钟 10分钟 那里面有问题 你可以直接问 有股票 严老师会直接的来帮你做解答 好 那接下来的话来注意到 今天的话其实 台股跟美股的一个重挫 大家都知道 某某一个人讲了一句话以后 什么保护费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黑道的一个讲法 对啊 对啊 一句话他讲的 这句话 这个英文翻过来叫保护费 这个言论引起了 这个他们国内 这个所谓的废办 把纳斯拉克的一个重挫 其实你去看一下 刀总是没有跌了 那最主要的话 台湾是科技类股 跟所谓的半导体的一个部分 受美国影响很大 那所以说这个候选人 美国中的候选人 他讲了这句话的话 其实他的用意上面 我是觉得是可以商学 但是讲的是太直接了 那所以说造成投资人 他的恐慌性 所以说造成了美国的一个下跌 也造成了台股 那今天的一个反应 那其实的话 我们对于这句话的话 就是普通四肢 也不用说太过于在意 反而是内资跟外资的部分的话 他们对于这个AI供应链 挥达的部分的话 它是非常看好 包含这个瑞士银行 目前为止 对于这个AI 未来的展望性 也是非常的好 但是这个我们操作股票 我们就是要看在谁在当下 如果当下的话 你都没办法度过的话 我认为长线的一个趋势的话 你要看到的一个机会性 就会比较小一点 那台面上面的话 还是有些很强的一个标题 那比如说的话 我们看到这些军工概念股的 4916的四星科 今天的话还是股价非常强的 还是拉到水的涨停板 小型股的部分的话 2419的一个重期 那两天连续两根涨停板 那股价表现也是属于小型股里面 筹码面比较稳定的 那今天的话股价表现也是不错 那至于说未来的一个行情的话 我这边必须要讲 那大盘连续两天下跌 那目前为止的话 要注意老师现在跟他讲的 那如果说进入到超跌区了 未来会不会有超涨的一个利润 这个大家要去想 那多方如果说每天涨 之前的话就是属于一个每天涨 从16000点17000到2万 然后这个股价对不对 就是属于一个超涨 那好不容易拉回了 那投资人在这个地方 其实他也蛮恐惧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悲喜交集 这个跌的时候希望它涨 涨的时候希望它不要涨那么快 对不对 这个有时候事情 没有办法如大家的一个心愿 但是严老师确定 这两天的一个拉回是好事 但是拉回买什么 这个很重要 那严老师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到的 3189的锦瘦 3037的星星 8046的南电 那简称为这个所谓宅板三雄 那老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这三大股价目前为止的话 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也没有改变 好那今年下半年的展望也是很好嘛 业细也是大波的成长嘛 包含这个GP200的这个产品的话 这三家公司的话 都有机会参与嘛 那为什么你去看一下 这个锦瘦的部分 今天是拉回修正7块钱 股价是收在125块钱 目前为止严老师会员 还是获利当中 为什么还是获利当中 因为我们买的够低 买的够低 所以说今天的一个股价 会党修正 对我们来讲的话影响不大 那33系星星的话 今天是会党修正10.5元 是收在205元 那利用拉回的时候 可以站在所谓的买方 南电的一个部分的话 今天反而拉回的一个幅度 不是很大 它只有下跌4.5元 大概只有2%多一点 那像这种所谓的 机优的好股票 这个南电星星 紧缩 我希望大家 如果说你对于未来 ABF载版 对于所谓的苹果 iPhone16 跟所谓的AI的一个 未来产业的一个发展 你如果说你的看法 是正向的话 那也要是就请大家 对于这三张股票 给予这个极佳的一个评价 可以利用拉回的时候 来找卖一点 那今天的话 盘面上面的话 很突兀的 出现所谓的高价股的 一个大涨 那其中很绝大多数 都是属于生计的族群 比如说 这个1784的训联 还有包含4160的训联机 这南达股票今天 反而是非常非常的强势 它们的成交量 大概是维持在五六千张 所以说 有时候股票操作的话 还是要注意到流动性的一个风险 这个地方的话 提醒大家来注意 那高价股的话 还有一档股票 是2348的这个海月 海月的话 今天股价也是超级的强 那我看了一下 它的营收 不管从这个今年 一月份开始算 它成长性最大 二月份的话第二名 那三到六月份 其实它都有成长性 至于说成长性好的股票 其实我认为 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经济涨的格局不会改变 以下我念的数据 那岛数长对海月这张股票的话 未来有更深层的一个认识 毛利率49% 盈利率40% 目前为止股价净值比 只有五倍多一点 股东报酬率高达10%以上 这个都是非常亮丽的一个数据 接下来更亮丽的数据 那在于现金股率6.9元 盈利配股的话2.9元 等于说接近一股配一股 既然说这个股价是 一股配一股的话 你说今天的一个大盘 连续修正跟它有没有关系 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所以说你在盘面上面选择股票2000多档里面 你可以去找寻一些基本面好的 能够反映到未来的 比如说就是像海月这种股票 也可以找到这种所谓的逆势上涨的股票 这个就是所谓的股票操作里面最高的一个奥益 那今天的话以盘面而言的话 你会发现 老师这个电子股跌最多 因为电子股它要反映到美国半导体 跟纳斯拉克的一个下跌 所以说今天跌幅是最大的 那资金的话一般而言的话 你说食品类股跟钢铁类股的话 其实它就是属于一个内需股 光光的话也是属于一个内需股 但是你会发现银件类股 它是属于一个内支做主控的 目前为止 一二三四连续四天都是宅创 破断的一个新高 我就举几档股票跟大家来做出个说明 连上发今天虽然说涨得比较少 但是它的股价在这波行情里面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进进涨 在电高股价在往上冲 那包含今天的全坤建这档股票 是量增涨的一半 那金城的话 这档股票今天的话 也是涨停板锁了多少张 来我们来请大家来猜一下 是18万张 78块钱的股票 这个亮灯涨停板 大概在早上10点钟以前就亮灯了 而且有接近18万张是买不到的 你就知道目前为止 资产跟银界的部分 在所谓的电子股转弱了之后 这个资金移动的一个状态上面 那当然有些人他会觉得说老师 那我现在要买的话就是要买真正从底部开始起涨了 那颜老师告诉大家你的机会来了 你的机会真的来了 我今天跟大家讲 那我希望说在 因为现在7月份嘛 对不对 我希望说从今天开始 他们的股价就有所表现 如果说行情进入到8月份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大获全胜 这个族群我今天讲出来 你要把它记得 如果记不得的话 你可以把它抄起来 好不好 这个族群就是我们目前为止 最弱势最弱势的 叫做航运的族群 股价跌到不能再跌了 我们院内有句话讲说 跌到不能再跌的话 那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利路消息 何况你去看一下这个 阳明也好万海也好 这些所谓的股票 其实它的营收的能力是非常好 其实这个中间 万海今年的一个现金股利 有机会就是说赚一个股本 第一名是什么万海 第二名的话叫做阳明 那第三名的话叫做长龙 其实他们的业绩公布的部分 今年上半年 真的成长性都很大 但是它的股价创高之后的话 却是不断的一个修正 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跟大家谈一下 这个地方是由于资金的动能都在电子股 它没有回到航运的族群 因为航运的族群当时候是领先这个大阪 率先上涨了 当它涨完之后资金轮到所谓的电子股 所以说造成了后面的一个电子股 因为要创破端性高 不断不断的往上涨 那以至于说看到航运的内股的部分 它是涨多了又开始拉回修正 那今天正式的宣告 今天是7月18号 叶老师在news98正式的提醒大家 航运的族群的话应该从7月份开始它会转热 那航行如果说进入到8月份 我认为每一个人要赚钱的机会非常大 我今天只两档股票给大家参考一下 第一档股票是航空类股 因为我们国内航空类股不多 就是以长龙行跟华行为主 那指标性质的股票你不用去看华行 麻烦大家把目光看到谁的长龙行 那长龙行其实你去看一下 最近的包装杂志都认为说它是忘记效益 对OK 那也认为说它的财报也是OK 但是股价部分在现阶段34块3 这个地方有没有所谓的投资性的一个价值 那这个地方的话留给大家来做做的参考 我们今天传承稿的话 未来的传承稿里面也会提到这档股票 如果说你对于这档股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的打电话来咨询都没有关系 那第二档股票的话你要注意到万海 因为第一个万海的营收 它的营收是最亮丽的 那我看一下它的营收 第一季的话 你看到的一个旧的数据 第一季的营收是赚1.6 那第二季又比第一季好 那去年它是亏损的 那你这样子算下来的话 我们就不要讲什么忘记效益 那今年的话最早美股营 我认为最早会超过5块钱以上 最少最少会超过5块钱以上 但是我又看到一个非常亮丽的一个数据 就是六月份的营收 我们跟去年同期相比 它成长幅度超过100% 所以说这个第二季的财宝还没出来 好那我们先就所谓的六月份的 月营收的部分的话 是比去年同期成长100% 那再加上今年的忘记效益 我认为目前为止 万海的一个股价在102块这个高点 修正到目前为止的话 大概只有75块钱附近 等于说跌了25%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未来有转机的话 在这个地方的话 会出现所谓的关键性的一个买点 那老师领先市场 直接告诉大家 那现在投资人 面临到这两天的一个修正600点 我认为他们手中可能就是 还是会有一些套牢的股票 不管是新套牢的 还是之前套牢的 套牢的找谁来帮忙 找岩老师来帮忙 你需要帮忙的话 你不用客气 因为这个 有人认为说这个川普很过分 乱讲话 这个我们就把它带过去 但是他的一个伤害 对投资人造成一个伤害 我们只能去弥补 那手中有股票 再度的强调 手中有股票 需要帮忙的 需要帮助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今天的话 我们会开放 而且我们是很有诚心诚意的 告诉大家 都是有言老师 一个人十分钟 老师亲自的面对 我们所有的一个听众 那再强调一下 那到处人 你现在手里面的资金 你手里面的现金 要有效控管 也就是说你一百万 你可能投到股票市场里面 大概就十万二十万 你要先保留八成以上的一个 现金的一个部位 要抽回来这么多 对 你一定要先把资金收回来 未来的行情 如果说发生了 往上的一个趋势 你那个时候 你在经常买进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最近的一个操作 买进星星 跟所谓的买进 三一八九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紧缩是一样的 那股票是有买有卖的 我相信投资人你都认同 但是你有没有去做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 那颜老师也是公布 我最近卖出去的两张股票了 跟大家稍微的 这个参想一下 7月15号 颜老师卖出 3374的一个精彩 特别会员的 我们就获利了25% 最近在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是7月16号 我们的普通会员 卖出去的3048的义登 那我们获利是44%以上 那我举着这两张股票作为例子 你就知道老师之前的一个买卖 都是秉持的低买高卖 应该不会去做出一个追加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很重要 持股的部分一定要做出一个获利了结的一个动作 那最近的一个消息 当然是美国目前为止 对于日本跟荷兰 他有做出一个施压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 他们这两个国家 对于中国大陆目前为止 今天的一个管制 起了一个关键性的 一个所谓的位置区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压力上面 还是非常非常大 如果说中国大陆目前为止不好 那我们台湾的话 未来就有机会越来越好 至于说 美国的一个部分 9月份降息 那现在既然有人讲说 美国9月份降息 几率到达100% 对目前听说 听说这个最新消息出来 随时会变 不管这个消息是真的是假的 代表目前为止 美国的一个痛膨 跟未来经济的一个展望的话 目前为止已经来到了 摊台的一个时间点 临界点 我认为这个地方降息的可能性 可能会比较大 但是今天马斯基他有讲话了 红海的问题没有那么快解决 马斯基其实在全球航商里面 是数一数个的 他具有所谓的指标性质的一个意义 他明确的一个指出 红海的一个冲击 他不是说只有干扰所谓的远东 还包含这个欧洲航线 东南亚南口的一个部分 也影响到所谓的大洋洲的一个航运 我认为他这篇报道里面 他讲述的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事实 因为红海本身 这个地方的话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而且目前为止完年底的话 美国总统的大选 大幅的一个军事行动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可能性不大了 所以说可能在今年年底 这个美国大选成立以前的话 这个所谓的航章的一个窘境的话 还是会重复的产生了 那言老师也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超跌之后 那未来的话 如果说有超涨的一个利润 你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是要保持着非常 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 那今天言老师伸出双手帮助大家 先帮大家来做出一个 十分钟 每个人有十分钟 言老师亲自回答的一个持股诊断 只要你完成这个持股诊断的话 那未来 这个大盘如果说 开始翻多了 那这个大盘 言老师新的标股开始进场了 那今天打电话进来 做持股分析的这些投资人 未来我们就会优先的 来做出一个通知 那未来的行情 那我认为还是非常的乐观 那大盘 这个集叠之后的话 未来 它会出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买点 那第一个 先做持股诊断 言老师亲自回电 第二个 未来的一个标股的话 今天开康登记 那如果说你对于言老师操作 未来有信心的话 我希望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其身 好的 感谢老师 好 这个盘呢 这一个礼拜 然后这个大盘都不太理想 因此呢 老师其实对于家族朋友的操作部分 陆陆续续都有获利调节 其实在节目当中呢 也有适当分享 只是大家不知道 已经调节了哪一些 以免惊动大家 那么所以老师 用心良苦 今天第一个就是持股减市 第二个呢 把你手中的股票整理之后 甚至挪动了资金的比重之后 接下来新的股票 也邀请大家赶快再重拾信心 好 任同老师操作 稍后的资讯 务必把握 老师会真人跟您互动联系 持股诊断十分钟 哇 很难等耶 好 感谢我们轮延投顾 232-232-19933 232-19933 当然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是可以请教的哦 好 另外呢 透过了加入Lite ID 也是可以进行相关的互动 Lite ID 小老鼠 小写的A518 小老鼠 小写的A518 也老师希望可以先帮助大家渡过难关哦 接着再来影响更好的股票 影响光明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022321-9933 提供给您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